大家好,我是小玲,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用南瓜为您分享一道简单的南瓜浓汤 我们先把南瓜去皮去籽,然后切成薄片,放到一个盘子当中 现在再把它放到一个蒸锅里面去给它蒸熟 时间大概用20分钟 在蒸制的过程当中,我建议您先把锅里的水烧开,然后再把南瓜放进去 这个时候锅开了再计时,20分钟以后我们拿盖子打开来看一下 用筷子试试看它是否已经蒸熟蒸透 蒸好以后的南瓜就可以从锅中取出来 蒸好后的南瓜,我们把它放凉 现在再把它放入料理机中,去把它做成南瓜泥 南瓜全部倒进去之后,我们再放入适量的牛奶 牛奶的量只要没过南瓜即可 南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它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还可以养胃健脾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果胶,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预防胃炎的发生 还能使我们的皮肤变得细嫩 所以对于美容的女士来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食材 我们应该多吃一些 料理机把南瓜打成泥之后 我们来备用 锅中放入少许的黄油 把黄油炒化 现在再放入蒜片和洋葱 把它炒香 洋葱和蒜片炒香之后 就可以把洋葱和蒜片捞出来 黄油炒香以后 我们现在再把南瓜泥倒到锅中 杯壁上还有很多的南瓜泥 我们可以放少许的水摇晃一下 再把它倒入锅中 现在我们开小火 再煮5分钟 把南瓜的汤汁尽量收的浓稠一些 再放入少许的食盐 来调味儿 今天这款简单的南瓜浓汤 我们就制作完成 食用起来细腻顺滑 看上去金黄的颜色 美味又可口 南瓜它也有很好的食料的价值 于是土味十足的南瓜 都得以登上大雅之汤 制作好以后的浓汤 根据您自己的口味 在上面可以添加上小葱 或者是黑胡椒 天气渐渐转凉了 愿今天的这碗南瓜浓汤 给您带来家一般的温暖 它既香浓而又简单 家很平淡 只要每天都能看见亲人 吃您亲手做饭时 展露出的笑脸 那就是幸福的展现 爱很简单 只要每天都会彼此挂念和陪伴 那就是最踏实的情感 我是小玲 感谢您这一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